在国内,比特犬主要用于斗狗,也是目前商人最多的一种品种狗 只有暂时的身躯没有畏惧的灵魂,说的就是比特犬 无数的血性男人被比特犬的精神所征服 男人骨子里流淌着善武后斗的血液,却被法律和道德约束 遇见比特是很难抵抗住他的魅力 国内斗狗的盛行以及不科学的玩法和管理出现了多起的商人事件 让比特犬臭名远播 他被认为是最凶狠好斗,最容易伤人的恶狗 甚至谈虎色变,避而远之 比特犬的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呢? 他们真的是一种极具暴力和攻击性的狗吗? 真的有那么的可怕吗? 比特犬是由美系斯坦福犬和美国斗牛犬培育出来的 是作为斗犬的目的而繁育出来的一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凶猛犬种 此犬种骨头非常硬,没有痛绝 作为比特犬的发源地,美国斗狗禁止之后 比特犬灵魂深处,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精神 以及无与能比的耐力,让比特犬走向了另外一个舞台 运动竞技,在运动竞技里面最常见的有几种比赛 拖重比赛,掉口比赛,跳高比赛,跳远比赛等等 比特犬几乎吊打其他的犬种 运动能力十分强悍 总的来说,比特犬是一种危险的狗 适合专业玩家喂养 在城市里,极度不适合喂养这个犬种 因为它是属于极度危险的犬种 谢谢收看本期节目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点赞 猫狗快讯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宠物视频 谢谢